如果您程式積木寫好了 你想要把它保留一下,要怎麼保留 因為WebDUno它都是在雲端執行 所以你不要什麼檔案定存 你就按右手邊 我們的這個模擬器、體驗板 都是一樣的方法 你就按這個 它就會幫我們產生一個連結 有沒有 那這個連結你在這裡不能call 但是沒關係 因為上面跟它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確定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就好 下次再貼進來 就會是一樣的程式就出現了 那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 這兩個模擬器跟體驗板式都沒有註冊的 所以呢 它保留就是這個 但是呢 如果你的程式有改變 你看我把它改善一下 有沒有發現上面網址是用清掉的 有 也就是說假設你這樣改完了 你還要怎麼樣 還要的話 要麻煩你再按一次 但是如果是雲端的那個平台就不用 它就是你有改變 就會自動出動 所以網址都會是這樣的 這個是 因為一個有註冊 一個沒註冊 所以它是用這種方式去幫我們保存 你不用連存下來 那第二個跟大家說明就是 我們在Vlog裡面 積木如果你不用了 除了丟掉以外 你要做一件事情 丟這樣子是不好的習慣 我們在Switch可以這樣丟 但是在Vlog裡面 這樣還是會產生交發 Scream 所以你要按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紀錄 有沒有這樣停用呢 有沒有這樣停用呢 好 就是說你想要彈指留下來 你可以把它丟在外面 停用 也可以在裡面停用 都沒關係 就是一定要記得要停用 要不要被固執 對對對 啊等到你要用的時候 再來啟用就可以 好這個是 我們 法案可以在使用的時候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